今天蒙恩典的经文是《出埃及记》20章8节到1节 当纪念安息日首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与城里居 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阿们 今天是第五次说教 亲爱的各位圣徒 全世界及全国之交会各位圣徒 之声店各位圣徒 全世界通过英特网做礼拜的各位圣徒 各位观众 今天是十诫命第五讲 接着上一讲继续见证第四诫命 在上一讲见证了为何在耶稣复活后 将安息日从星期六改为星期日的理由 那是因为星期日凌晨成为安息日之主的主耶稣 打破死权、复活得胜 给我们的灵魂带来了真正的安息与永恒的盼望 而且也是因为安息日的主就是我们的主 故此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的神儿女将来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 可以全然复活 得到可进入永恒之天国的应许 还有在这地上生活期间 若圣守主日 奉献完整的十分之一 神就会看顾保守他 不致遇到任何事故或灾殃 因为圣守主日 献完整的十分之一 就是指在灵肉间承认神属灵主权 我们作为神儿女 为蒙神保守和祝福 礼当遵行的基本法则 就是圣守主日 承认神的属灵主权 圣守安息日是承认神的属灵主权 奉献完整十分之一 则是承认神的物质主权 今天我们来详细查考 怎么做才能称得上是 全守了完整的主日 亲爱的各位圣徒 安息的字面意义是指 舒舒服服的休息 不过神所说的安息 并不单是指不劳作 在家里安睡或享乐安歇 这样的安息与神毫无相关 相反若追求世俗的属肉安息 就等于是走向灭亡之路 在今天的主题经文 以赛亚书58章13节到14节说 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 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 不办自己的私事等 神小愿我们在安息日 不要追求世上的宴乐 要纪念安息日为首为圣日 因为神所说的安息 并不是属肉体的休息 而是属灵的休息 属灵的安息是安息日 是指纪念安息日 是全然献给神的日子 这日要来到神面前 首为圣日 就是来到主日 就是到了主日 不被世俗的事 缠累 到主的身体圣殿 倾听神的道 畅赞美 祷告 与主耶稣交通 享受属灵的安息 并与圣徒们在主里面交流 分享恩典 增长属灵的信心 这样度过属灵的安息时 神才会使大家的信心 得以成长 灵魂兴盛 亲爱的各位圣徒 那么我们为了圣守安息日 具体要怎么行呢 第一 要思慕在安息日 所得到的祝福 预备佩德祝福的器皿 安息日是神分别为圣的日子 也是我们蒙神祝福的 喜乐的日子 今天的主题 经文出埃及记 二十章十一节后半节也说 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 定为圣日 并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节说 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 称耶和华的圣日可 为可尊重的 而且尊敬这日 这里说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 那么信神的各位 是否将安息日当作可喜乐的日子呢 有些人或许觉得圣守安息日 圣守主日很吃力 有些人因为这是必须要遵守的诫命 圣蒙救恩蒙祝福的庇佑之路 所以迫不得已地去遵行 有些人只守一半 不过若把安息日当作可喜乐的日子 从而喜乐感恩地度过安息日 该会多么讨神喜悦呢 我从出信徒开始 就非常乐于遵守神的诫命 圣说不可行的 是因为行了那些事不好 所以礼当安门顺从 让离弃的也是早晚要离弃的 所以也是安门 让遵守的 因为那是应该遵守的 所以也是安门的顺从 所以对我来说 遵行神的话语是非常幸福的事 如果不全然遵行神的话语 就可能遭遇到不幸 所以我非常喜乐幸福地 遵行了圣灾欢愈 所以每到安息日 我就像小学生去野游之前 激动地睡不着觉一样 喜乐幸福 正因为如此思慕安息日 所以在安息日从一大早开始 全家人都带着幸福喜乐的心 忙着去做教会的准备 若真正纪念安息日定为圣日 必会提前做好准备 以色列人至今遵照旧约的律法 将星期六定为安息日 所以他们从安息日前一天开始 为迎接安息日 做好一切准备 诸如提前做好安息日吃的食物 若有事出差到其他地方 到中午晚上都会为守安息日赶回家 所以在安息日前天晚上就是在中午日落之前 无论出差到海外还是什么地方都会回到家 我去圣地区里的时候 在加利利坠一宿 周五沿着地中海岸边返回以色列首都的时候 路上车辆非常堵 我就问道友为何这么堵 他说因为明天是安息日星期六 以色列人都会赶着在周五日落之前回到家 所以周五下午道路非常堵 大家也应该在迎接主日之前调整心态 好好预备主日 主日过后在一周间也要时常进行祷告 遵行真理 以至在下周主日来到神面前时 能够做到无可止在 所以圣守安息日相当于在一周间遵行神的话语 或许有不和不神的道的地方 就要在主日来到之前 彻底悔改以洁净的心灵迎接主日 因此到神面前来做礼拜的时候 要坦然无惧 就像等待新郎的新妇一样 以喜乐激动的心情去教会 若有这样的忠心 不仅会洗澡 理发 具备端庄的形象 而且还会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还会准备好主日要穿的端正而洁净的衣服 当然绝不能发生因贪恋世上的娱乐 而玩到周六深夜 影响第二天主日礼拜的事情 这样要查看各方面 为最充满的度过主日 最做好准备 并以渴慕的心预备 蒙神恩典的器皿 还有一点就是 亲爱的各位圣徒们 我们为要圣守主日 要把主日一整天陷在神面前 有的人只出席主日大礼拜 下午休息或做私事 这不能为称 为献上了完整的主日而职守了一半 那么那半天礼拜 他也是好好地做礼拜了吗 这样献上的礼拜 上午礼拜 果真是以精力和诚实来献给神了吗 真正以救援神的心 神的心守安心日的人 绝不会在主日礼拜时间 私自做别的事情 缺席礼拜或做其他事情 是因为心被世上的情欲夺走 或追逐着世间感兴趣的事情 这是即便参加了主日大礼拜 其心也无法全心全意向着神 反而很容易浮现属世的杂念 礼拜结束后要赶快回家休息 说好要去也有 不知道会不会堵车 跟朋友在一起玩 够多高兴呢 或礼拜结束后要赶紧开门营业等 因浮现各种想法 所以无法集中精神听到 并且睡意会渐渐来袭 故此大家要为全然圣守主日 就不能单单身体来到教会 而是内心要向着神 主日全天以心灵和诚实来做礼拜 全心全意献给神时 神也会喜悦大家内心的心香 为要全然圣守主日 不仅是礼拜时间谨守 如何度过礼拜结束后的余下时间也很重要 所以不能义务性地认为 我参加了礼拜 所以该做的我都做好了 我该做的 而是礼拜结束后还要与圣徒们交通 在各个方面为神的国做侍奉 为大家休息的时候 也不能光看世上的娱乐节目 而是要默想主日所听的道 并且彼此交谈的时候 也要在真理里面说满满的话 最好不看电视 若看也不能看引发属世情欲的节目 或追求属世快乐的节目 而是要收看健全给人带来恩典的节目 这样大家为了圣守安息日 连在琐碎的世上也努力 为家用心时 神也会喜悦大家的忠心 赐给喜乐和充满 并享受真正的安息 亲爱的各位圣徒 第三 为要圣守主日 不能从事属世的工作 尼西米记十三章十五节 耶路撒冷的总督尼西米说 那些日子我在由大见有人 在安息日榨酒 搬运河捆 坐在驴上 又把酒 葡萄 葡萄 无花果 和各样的担子 在安息日淡入 耶路撒冷 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 警戒他们 尼西米记十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 前半节中 耶路撒冷的总督尼西米 斥责那些安息日 进到耶路撒冷 做买卖的人们说 你们怎么行这恶事 犯了安息日呢 就说在安息日 做买卖是行恶事 你们怎么行这恶事 犯了安息日呢 从前你们列祖 岂不是这样行 因为你们列祖如此行 既成名于拜偶像 结果被他国侵略 作为俘虏说的其他国家统治 说明英列祖如此行 是没有得到神的保守 以致我们的神使一切灾祸 临到我们和这城吗 也就是说 在安息日做买卖 而犯了安息日 以致遭遇了宰 尼西米警戒人们说 犯了安息日就是行恶事 会临到安息日 所以尼西米说 在安息日是与外邦人 买卖是彻底的境界 甚至都去感了 在城外寄居的客旅 他们不是信神的 而不是信神的人 他们没有可能性 所以驱赶了他们 他们是在城外 在睡觉 是在等着一撑开城门 是要在城里做买卖 所以是在等待着城外 做买卖的人 将这样神都驱赶了 那么为了这样的圣守安息日 不做劳作 是不是会这些会吃亏呢 不会的 全能的神 是当紧守安息日人 必须会赐下祝福 出埃及记十六章 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 神从天上赐下玛纳 作为百姓的食物 以色列百姓每天早上 到旷野按着个人的量 收取玛纳 因为流到第二天早晨 就会生虫变臭 从天上降下玛纳 因为大家都对灵界有所了解 并知道有第一层天 第二层天和伊甸园 所以很容易理解 那么玛纳究竟 究竟是从天的何处降下来的呢 从科学角度看 太空没有氧气层 即没有空气 那么人类已经登上月球 并对天体和宇宙有所了解 那么玛纳究竟是从哪里降下来的呢 但是我们都很清楚 因为大家都学过 有关灵界和属灵的空间 并在属灵的空间中的时间流动 可以或快或慢或停止 以及还有第二层天和第三层天 所以很容易理解 玛纳是从哪里降下来的 大家都知道神赐的玛纳 从天空多高处 怎样降下来的 玛纳也预发 罗亚洪水时 天上窗户打开 日夜降雨在地上 是同样的道理 对这样的现象 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所以色列百姓每天早上 在矿益按照个人的量 收取玛纳 因为留到第二天早晨 就会生虫变臭 不过神奇的是 在安息日前一天收了双倍的食物 并且过一天到安息日也没有坏 还可以吃 就说玛纳只有在安息日 既不臭也不生虫子 并且安息日早晨 百姓中有人来到矿益收马纳 但什么也没有找 亲爱的各位圣徒 为了圣守安息日 我们不要做世上的事 劳动也不可做劳动 但是有的时候 也有允许的事情 就是说 为了做主的事情 还有救死福上 做善的事情的时候 马太福音十二章五节到八节又说 在哲律法上所记得 安息日 祭司在殿里发了安息日 还是没有罪 你们没有念过吗 但是 但我告诉你们 在这里 一个人比殿更大 这是指谁呢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写连续不喜爱祭司 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 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人了 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因此把安息日改为 安我们主耶稣复活的那天 是理所应当的 就像基督长为了献祭 在杀生处 焚烧无骨 不能算劳动 既不能算是犯了 安息日一样 主日在主里面所行的一切事 神也不定罪为安息日 比如教会里当位在教会 侍奉一整天的唱诗班 或教师们提供午餐 不过教会没有食堂 或可供午餐的条件 就可以从外部买来吃的 这不能算是犯了安息日 当然不到外面买 教会自行提供 是最好不过了 所以本教会 从开创的第一周主日开始 中午就为圣徒们提供了面条 目的是让圣徒们不犯主日 甚至有时也提供晚餐 因为像唱诗班 晚礼拜前如何还要练习 紧接着要参加那里祷告会 所以从开创时 本教会就给唱诗班提供了晚餐 为了不让圣徒们到教会外面 花钱就餐 为了不让圣徒们在主日 有点丝毫的污点 每周主日本教会 都会为全体圣徒提供午餐 免费的午餐 除此之外 为圣徒们提供便利 在教会内部经营书店或卖店 也不能说是干放了主日 在会书店里出售的 并不是世上的物品 而是圣经 赞美诗 讲道 或赞美词带等 都是在主里给圣徒们 带来生命的 之所以主日也开放营业 是为了不得已 在主日购买的圣徒 因此在教会书店里 不能出售与神 或增长我们灵命 无关的东西 若圣徒们发现 这样有出售 熟室的物品 就请大家及时告诉我 我从一开始就嘱咐 工人们在教会书店 绝不能出售与增长 我们灵命无关的物品 即使在平日也禁止 在教会出售赤上的物品 更何况实在 主日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其利润也不归某一个人 全部都使用在宣教或救济 等良善的有益的事情上 还有自动贩卖机或卖店的物品 也都是为帮助圣徒们 上手主日而营业的 比如如果有小孩子哭闹 父母为了不影响礼拜 就会到外面去给小孩子买零食 初心图中也有到教会外面 买咖啡或饮料的情况 当然如果是具备了更大的信心 主日之前就会预先准备好 即使没有提前预备好 也能忍一天 不过不管是咖啡还是饮料 也许夏天 谁还会想喝热饮呢 大部分都想喝良善的饮料 但这些也不好事先预备 如果孩子想吃这个雪糕 就在孩子闹着 要良善的解渴的饮料时 该怎么办呢 也不能到教会卖面去给他买 所以在教会内就准备了这些 我虽然不知道在教会卖店里 都卖些什么 不过卖的东西呢 一定要合主心意 但是信心若小的时候 会觉得这些很难遵守 所以为了让那些信心若小的人 在圣灵充满当中 教会内部经营卖店 或自动贩卖机 其利润并不使用在私人用途上 而是在主力使用在膳食上 还有一些主日 也必须要工作的单位 比如军队或警察局 医院等等 主日也有可能有敌军侵入 主日也需要管制犯罪的行为 主日也要急救患者急需救治 主人的病人也要有人护理 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不得已在主日工作 但这是因为为拯救生命的善事所连累 所以神不能说是你干方的主日 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 若诚心信神就会想方设法 先上礼拜 并无论在何处 都会一心敬礼安息日 守为圣人 像上司请求亮解 或者跟别人调换当班日期 遵守安息日是再好不过 以前在永登普看守所上班 有一个圣徒人上班 他也是遵守了主日 我这位圣徒主日轮流上班 每次主日轮流到他当班 就会提前跟别人调换 先代替别人 后提出来调换 如果这样也不能得到 对方的同意 是他就牺牲平日两天时间 调换取主日的一天 就是说他以前为了守一天的主日 为了换取主日这一天 替别人上两天的班 如此次就是这样 有的圣徒从初信徒开始 就是没有违背过主日 若是因在主日不签合同 就会受很大损失 或者主日关门不营业 就会失去常客 等为了这些私人利益 而干犯主日 这根本不能算是信心 当然对于那些信心 还弱小的出信徒 不能盲目地强求主日 必须要停严 如果这样强求 他们出信者反倒会背弃信心 因此直到出信者增长信心 自觉全守主日为止 要忍耐并且等待 不过作为工人 理当要教导那些出信徒 圣守主日才能在灵肉间 蒙神祝福的真理 但不能强迫对方 而是要教导真理 使其自觉领悟 那么虽然本人心里固然愿意 全现实环境 影响不能做到上手之 不过信心增长 就具备了有能力 全守主日信心 到时候就会自觉地守主日了 另外还有像我们光和颜 宣教会一样的情况 英特曼从事的领域是 销售业或餐饮业 不能在白天线上礼拜 所以教会安排他们 在晚上线上住礼拜 其中很多圣徒 有全守主日信心 不过为成就销售业 或餐饮业界的福音花 为目的 留在光和颜宣教会 为拯救更多灵魂现身 如果圣徒当中 有在主日举行婚礼的圣徒 教会工人们 当怎样行呢 这是有些人感到很为难 请大家注意听 是不是因为在神上的主日 不可以参加世俗的宴席 与世人一同吃喝玩了 所以就不能参加呢 倘若一个信神的人 在主日那天举办婚礼 说明其信心还小 就是说在主日结婚 说明他还处于信心的 第一阶段 光是达到信心的第二阶段 也不会在主日举办婚礼 在周六举行的 无论如何也会说服父母 在周六举办婚礼 不过既然选择在主日举办婚礼 说明这人是出信徒 或者他的信心是处于第一阶段 如果这个圣徒因信心 不过是处于第一阶段 或者因为嫁不住父母的压力 而在主日举办婚礼 那么大家应该怎么做呢 那这种情况 若是教会一个人也不去参加婚礼 那灵魂就会误解 而会跌倒 所以教会的工人 在主日礼拜结束后 可以去祝贺婚礼 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记载说 耶稣说你们中间水有一只羊 但安息日掉在坑里 不把他抓住拉上来呢 人比羊何等贵重呢 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 按照耶稣所说的话 并不是因没有信息而参加婚礼 而是为灵魂不知跌倒 失行怜悯而参加 不过结婚礼结束之后继续留下来 与不信的外伴一同艳乐 是不合一的 不要参加婚礼 祝贺他们就可以了 仪式结束之后离开就可以 问圣徒 除此之外 对于圣首主日还有各种疑问 不过要想知道其问题的答案 进入灵 领悟神的心意就可以 经上说 我喜爱连续 不喜爱祭祀 神关心大家做出何等行为之前 会关心关注你 做出这样行为的理由和动机 若从心底敬为神 绝对不会找任何理由 任何借口干凡主 甚至想都不敢想 但神更喜悦良善之心 我在八十年代经常要出席复兴盛会 去教育的地方 如大秋 普相 乌安等地方 因为一般都是在主礼拜祭祭后 忙完教会的事物后 很晚才做教会出发 有时到了晚上十点左右 十点那时候才出发 因为没有吃饭 所以又感觉有多饿 当时因为没有人提前做好准备 所以在半路上有点想喝饮料 不过到至今在十二年之前 从来没有说想喝饮料 想买点吃的什么的 可能是去过服务区去过洗手间 但从来没有买过吃的 每次都是到了十二点过后 才会买些饮料 或是买来吃的 从没有在十二点之前买过东西吃 不过来也有这种情况 一家人坐完主日礼拜后 正坐在车上 当时一个年幼的孩子 就是周岁一两岁的孩子 就是假出生 才一年十八个月吧 或者即出生二十个一岁的小孩 还不懂事 所以即使叫到他们 要上手主日的重要性 也不会懂 只是因为饿了肚子 就哭闹着跟妈妈要吃的 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那么因为小孩子不懂事 不知道要上手主日 所以大家为了 因饿肚子吵闹的孩子买吃的 相信神是不会怪罪的 犯了主日 不过信心好的人 会提前做好准备的 会提前做好准备 要么在前一天事先准备好 会全力的更加完整的守主日 但如果未能事先做好准备 而且达到目的地 还有几个小时 再加上孩子因肚子的哭闹 那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去给他买吃的 神不会因此说 大家犯了主日 但是神不让我教导这些 不让我说这些 为什么呢 因为有信心的人 是不受任何影响 依然能胜守主日 不过信心 如果小人听到这些话 就会认为是吗 既然这么说 主日是可以买东西的 也是没关系的 就坦然犯主日 所以以前神不让我 教导这些内容 除此之外呢 还有几种 虽然是不能算 不能不算是犯主 但不让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 因为就是 因为就有一些人 反而以此为借口干犯主日 所以神不让我讲给大家 那么我刚才 例举了小孩子 因肚子饿哭的情况 不过大家可不能认为 在主日去买 这样是不可以的 要正确的理解 心中毫无罪恶 从内心里面敬为神 带着爱灵魂的心 行事时 不必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 假冒为善 被那些古人的遗传所束缚 完全可以在 不违背律法的原则上 享受真正的安息 仿若身为军人 却为了圣守主日 不愿在主日 扛枪首哨 要求每个人 主日都请假 那么谁来保卫国家呢 如果军人都是基督徒 那谁来保卫国家呢 还有在医院上班的人 都是基督徒经营的医院 主日都不营业 那么住院的患者 由谁来护理呢 教授主日医院的护士们 都也都休息 那么谁来按时给患者打针 谁来送饭呢 这些是救死福上的善事 是行善的意识 是拯救生命的善事 警察也是一样 若竟主日警察都休息 有谁来抓小偷 保护百姓呢 并且由此会发生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并不是说 从事这种职业的人 就可以不守主日 而是应该尽可能守主日 虽然脱不开身 不能玩全守主日 但我觉得至少 可以线上一次礼拜 上午的礼拜或晚礼拜 可以选齐 就是说要用心来遵守安息日 在岗位上 时刻不忘 今天是安息日 在言行上更加谨慎 这样在工作的同时 从心里守主日就可以了 我现在给大家见证的内容 是即使不能全守主日 也不构成干犯主日罪的特殊情况 从事这类职业的人 是身不由己 被工作所限制 居然被国家所制约 警察或医院的工作人员 也都被所担负的职业所制约 不能自主调配自己的时间 并且是善事好事 是救死扶生的善事 因此对于这样的情况 神不会视为甘放了主日 下面说结论 亲爱的各位圣徒 尼西米祭师三章二十二节记载说 我吩咐力为人 皆经自己来守城门 使安息日为圣 我的神呢 求你因这事纪念我 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 因如此彻底遵守安息日 所以尼西米如此坦然无惧地 向神祷告 我也是一样 我也是彻底地遵守了安息日 并且一再教导大家要圣守主任 所以我能在神面前 这样坦然无惧地祷告 所以凡祷告的 我都得到了神的应允 尼西米之所以在神面前 坦然做祷告 是因为他在神面前 圣守了安息日 而且彻底教导了百姓 圣守了安息日 约翰英书三章21节到22节记载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的心若不责备 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从祂得证 因为我们遵守祂的命令 行祂所喜悦的事 大家教导别人的时候 要正确地教导 约圣徒这样问我 如果说这样的话 说他气力衰竭身体就没有力气 自然眼睛就昏慌 耳朵听不清 大家知道人一旦有气力衰竭 就会眼花耳背 那位圣徒呢 正是因为身上出现这样的症状 就凭信心接受过几次祷告 但干到他不见好转 周围一些指示就劝他去医院打点滴 那么我听到他这样说呢 我真是感觉到很痛惜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位指示 真的这样说的 还是新的一阶段圣徒说的 如果只是说这样的话呢 真的是该悔改 李当教导扬去没有信心 可他却反而劝这圣徒 求世俗的方法 那位圣徒呢 就听出了那话 就到医院打了点滴 结果呢 去医院打点滴 也没有任何的效果 最终还是凭信心接受了祷告 体验了神的做工 现在能看清也能听清了 要前方扳计的 给圣徒们赞重信心 没有得到医治 难道是神没有大能吗 是因为吃得不好 没有力气 是因为吃不好 所以才有贫选吗 从前因为吃不好 吃不饱 所以有很多人贫血 不过现在如今呢 因为吃不饱 就会贫血吗 不管哪个器官都出了毛病 都有索缺的营养成分 那么在神都凡事都能 还有什么病呢 不能医治呢 不过要 为要从神得医治 首先要拆毁与神之间最强 要引导对方悔改 从前没有遵行神坏的罪 因为患兵必然是有罪的 所以教会的工人要教导 出信徒呢 必要拆毁与神之间最强 而且当时还要为 拆毁与神之间最强 而上神祷告 只要这样拿出信心 神必会做工在他身上 即使接受祷告也不见好准 也不能放弃 要忍耐 坚持到底 总会蒙着神的意志 那么神必会自下恩典 总要胜过 神就会做工 这样要坚持到底 才会经历到神的作工 通过以后 喜乐不止有多大 自己凭信心得胜 当然喜乐之大 是无法言喻的 通过这样的过程 灵魂得到神华 信心会成长 那么即使遇到同样的熬炼 也会凭信心轻松地胜过去 从此完全可以凭信心 轻松战胜征服 因为信心增长了 灵魂兴盛了 所以接下来遇到的问题 就不会成为问题的 遇到比较更大的熬炼 或更强度 更大的熬炼 是只要再接再厉 凭信心胜过去 那么其灵魂 就会更加兴盛 信心得到成长 所以遇到较小的熬炼 就能轻易地去战胜 都能凭信心 树立通过 接下来应该会遇到 更大的试探 那样才会继续地成长 那么话说回来 有什么可征战的呢 既然进了两次三次 就要以阿玛来顺从 就可以通过 我就是这样通过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熬炼 无论是家人 孩子子女 多到受到多大的熬炼 我都是凭信心战胜的过去 没有一个熬炼 是战胜不了的 从开创到至今 教会 怎么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呢 每次遇到大的事情 我都是凭信心 都通过了 面临重大的熬炼时 表面上看似 瞬间都化作无了 但都是凭信心 通过了 都凭信心通过之后 会怎么样呢 必须有祝福 凭信心战胜之后 神必会自下祝福 而且圣徒们信心 也得到增长 更上一个台阶 通过这样的经历 大家也都是具备了 很大的信心 所以一般的疾病 凭大家的祷告 也都是得到了一致 像感冒发生 若是这样的程度的疾病 就要本教会的 知识区域长和机关长 用手帕祷告就能清 用得 痊愈 这说明大家的信心 都得到了长进 我们当怎样 遵守安息日呢 要快快乐乐的 高高兴兴的 幸福的圣守主日 如果是出于勉强 就无法洗礼和诚实 来做礼拜 等大家带着喜乐的 心度过主日 才能蒙神 缘纳 并成为真正的 安息日 这样圣守的主日的人 主日的人 在主里 并能享受安息 不仅 烦祷告的 都能蒙得神的应允 而且蒙神 堪顾与保守 在各方面 蒙神的祝福 那么神的话语 是准确无误的 没有一句 是落空的 这些我在 过相生活当中 只要看到 只要信靠神的话语 遵而行 并向神祈求时 都得到神的保守 没有一件事 不按照神的话语成就的 所以说 神的话语是绝对的 并且一直看来大家 一直以来 大家也有所目睹的 我在台上 预认了许多 将来又发生的事 而且每次举行教会活动 时都得到了蒙 都得到了神的看顾与保守 神使万事 互相效力不叫门 遭受困难 并赐于我们 哼痛的祝福 希望大家都能胜守 爱惜日 及新约的主日 进而全然遵守神 所有谢命 在神面前坦然无惧 凡其求都蒙神应允 愿神纪念大家的名字 常识恩与大家 并引导大家 进入最为荣美的天国 奉主圣灵 祝愿大家 中国营 中国营下来接受 主人牧师患者祷告 把手放在疼痛之处 软弱之处接受祷告 没有疼痛之处的人 把手放在胸前 为心愿平心心 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全能 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 在所有接受 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工 做工在基建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 和平物接受祷告的 知交会 知声店 以及全世界的 神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从心里 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 否定的意念 和疑惑的事例 并驱走一切 事态和患难 除非用圣灵的火 原本的光 焚烧 并依止他们 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每根骨结 全身神经 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 臭丁门鬼赛旦 以及疾病病均 软弱都退去 光暗进入吧 求福用圣灵的火 将所有绝症 完整焚烧进进 击退虐急 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 病均不能进入 求福保守 求福食 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硬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复科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 以及碎尾炎症 也都得到痊愈 也求福食 小儿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盘 盘托出症 得已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再来的一切疼痛 都消失 癫痫 自闭症 抑郁症 造语症 神经衰弱 等一切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 麻痹 瘫痪的得已释放 瘫子要起来 行走 跳跃 模糊的事 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点 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 笼子要听见 哑巴 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 后遗症得以洁净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烫伤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否则求你做工 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中毒 也得以结晶 以死的神经细胞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他的词语 怀他的祝福 得到怀他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命令 丑地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重恶魔 都退去 他的重使者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灵 虚晃 诡诈的灵 挑拨利剑 迷惑的 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暗进入吧 求父神赐予 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弃罪恶 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新盛 凡事新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 一周间从各种事故 在央中 都能保守 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兵天使 煮火焰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 所有神儿女们的 家庭 工作 事业 将智慧和民则 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 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 火热爱善的学生 祝福您儿女们 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 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归于您 奉我主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别说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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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